回到桃园视察国道二号增设中路交流到 郑文灿从市长变成副院长 执政团队尽全力拼建设 要让民众很有感 近新闻最新民调总统及内阁施政满意度 蔡总统拿到过半数 50.5%民众表示满意 不满意的则是39.2% 总统大选结束以后 目前蔡总统的一个表现 从内政到拓展国际能见度 都是民众对总统的评分标准 那还得有内阁团队一起冲 监视陈内阁施政表现 有47.6%民众表示满意 认为不满意的是36.6% 我想他的民调应该是跟蔡总统相连结的 相较于过往 比如说陈一扁跟马英九的一个 看守内阁的时期 其实已经是相当不错的 距离520到处两个月 蔡总统及陈内阁要保持能守能攻的能量 直到最后一刻 进行文最后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